黄一青和周立波之间的口水战仍持续着,并没有因为黄一青账号被禁言而消停,反倒是愈演愈烈,好像要进入到刚潮剧情似的,让不少赤光群众当时看了个尽心畅快, 但是谁胜谁腹还是个遥遥无望的结果,去年还观察了解,黄一青和周立波仗就处于拉锯战的状态,也就是说各打五十板子,双方都有问题,只不过五十不笑百不罢了。 当然,从最初周立波被黄一青连环爆料,再到黄一青账号被禁言,周立波绝地反击,剧情发展却是够跌宕起伏的,但并没有致命性的伤害。 而黄一青在被禁言期间,并没有闲着偷懒,时刻关注着周立波的动态,还按地理收集相关证据,等时机成熟之后,将一击击到周立波。 可是黄一青似乎等不及了,大号还未解封,树上又捏着今天猛料,再加上对方咄咄逼人,只好通过开小号的方式来还击。 这次,黄一青赶住了周立波什么把柄了。 没错,那就是之前唐爽公开制一波的海派亲口基金,也就是周立波慈善基金会。 而黄一青之于周立波是借做慈善的伙子来骗钱,在就几年没有工作的前提下,还能过着奢华极致的生活,试图逼迫周立波恐怖过去五年,公益慈善专项基金的账目明细。 反过来看周立波,他倒是心态平和,逼重就轻,写了一首大游诗,再配上一张上海慈善基金会证明予以回复。 三要说实话,周立波确实没有拿出世纪新的证据,来驳斥黄一青的质疑声,三也不排除深圳不怕影子鞋,烂得跟对方扯一些不切实际的事。 4月2日上午,黄一青再次通过小号对方爆料,称周立波为了表示成为一,主动跟他通了视频电话,并且还跟他道了歉,保证这两天不会再提到自己。 如今,因为黄一青爆光了基金会的事,为了股权颜面不好删除微博,否则会被外界媒体给抓打警,求当国财一马。 姐,这黄一青发布时间到念寒转门时间,周立波未对此事做任何回应。 难不成周立波真跟黄一青道歉了,还是说黄一青故意放了个业务单,试图混淆是引导舆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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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